嗨,大家好,我是卫生之后,陈欣赏 有人说做了胃镜没取活检 等于这个胃镜白做了 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正确吗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个角度呢 就是说做胃镜 哪种情况下需要取活检 其实做胃镜取活检这个东西呢 它是为了就是说判断一些 就你在胃镜做胃镜的时候 通过肉眼无法判断的一些疾病 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个活检前 加下非常小的一块组织 来去显微镜下 就是做一个病理切片 通过显微镜来看一下这个组织的细微结构 看一下它这个细微结构到底是怎样的 以判断这个病变具体是怎样的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为了判断这个胃癌 就是病理检查这个东西 对于胃镜相当于一个什么呢 它就相当于我们给这个东西做盖一个章 就是做最后的一个诊断 就是做一个确定 就做一个拍板定案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就是这个 我刚才说那种 有一些就无法 你通过肉眼无法确定的疾病 我们需要做病理检查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或者就说 有些人你肉眼看得再像胃癌 但是你是无法通过胃镜去看去决定 它是胃癌 我们一定要通过病理检查来确定 它是胃癌 因为有一些疾病 比如说有些怎么说的 非常大的一种溃疡 你看着它确实是很像胃癌 但是你做了病理 它并不是胃癌 甚至就是说有些人在吃药之后 这个胃癌面变小了 这个时候我们说一句实在 这就是做病理检查的意义 去判断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 给这个疾病做一个拍板定案的效果 就是盖一个章 确定它是什么病 这是病理检查的意义 那么第二点就很多人关心了 为什么哪些疾病不需要做病理检查 比如说就是这点非常大 非常引起大家关心 就是说做了卫星没做病理检查 这个卫星白做了 哪些经验不用了 比如说你做了卫星 里面胃里面光光亮亮 胃里面什么都没有 弥烂了困扬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么它就是一个前辆性物严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要做病理活解呢 你知道病理活解这个东西 它在创伤再小 它也是人为的在黏膜上 加下一块组织 会对黏膜造成一个损伤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做卫星的意义 是为了检查 而不是为了给你制造伤害 所以说 有些比如我刚才说 这个千病性物严 或者有些胆症反流性物严 或者为什么反流病 这些东西 你做病理检查干嘛呢 做病理检查 反而给你的胃 黏膜造成一个迷烂 或者甚至造成一个溃疡 人工的造成这个 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这些疾病是不需要做病理检查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有些人胃里面大片的迷了 大就是很多 山栽的都是迷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很明确的 看它就是一个迷烂性 迷烂性的胃炎 或者迷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 看它不像恶性的 通过我们通过就是病理 的那个胃经医师 通过肉眼来看一下 它并没有就是说特别明显的 可能是恶性的东西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说 先用药物进行治疗 然后为什么让你复杀 就是为了复杀 看这个东西都消失了 这个时候你又确定 它是一个迷烂 是一个溃症 也不需要做病理检查 这就是我们通过肉眼 就可以判断它不是恶性的时候 我们没必要做病理检查 然后就是有些人 他吃了就是说一些抗凝的药物 比如说法化磷 比如说S皮林 比如说这个绿比格雷 这些抗凝的药物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根据情况 来决定是否去活解 因为这些抗凝药物 吃上去之后 我们一旦加下去活解 因为它是一个创成 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 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 导致一些人 他这个血流不止 血液止不住的情况 这个创伤就比较大了 所以说我们取活解与否 也是要考虑到 风险的因素的存在 另外还有特别说明的 就是有些人 他有肝炎 有肝硬化 那么他胃里面和食管里面 他有这个静脉曲张 那么这些病人 他就算那个静脉曲张 有东西你需要考虑 是否敢取活解 一旦取了活解 造成一个大出血 那么这就非常危险了 所以说是否取活解 还是要考虑一个 综合利弊得失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就是第二点 哪些疾病不需要取活解 那么谈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说 你取了活解之后 那么这个活解结果 和背景结果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有些时候呢 比如说最常见的 就是那个萎缩性肺炎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有时候可能会 未经根据这个大体的状态 咱们报告一个 萎缩性肺炎 但是呢 你的这个病理结果 你取了活解 显示并没有萎缩 仅仅是一个慢性炎症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要知道 咱们取活解的时候 那个小孽子就非常小 它大概就是那开口 就是一个0.6毫米的开口 咱们就是说 在你胃上取的时候 会取下非常非常小的一块 然后做成病理切片去看 那么这个时候 又牵涉到一个问题了 咱们就是说 通过肉眼观察 这一片像萎缩 但是咱们这 这么一取 咱们取下来的 很小的一块 但这块上正好没有萎缩 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出现一个 未经结果和病经结果不一致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咱们就需要知道一件事 咱们大体看的像萎缩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能排除 它有萎缩 这个病理结果 它没有 那么咱们就需要 先干脏萎缩治疗 或者就是说 你回头在复查的时候 查一个胃镜 看看它是否 就是说 有没有萎缩 再取一次活结 有没有萎缩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 就是说 你这个胃镜 看的是没有萎缩 是一个前面痒性胃炎 那么这时候正好取一个活结 这个活结上有萎缩 那么这个时候也 这个时候咱们就认定 它是有萎缩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那句话 咱们取活结 取非常小的一块 组织 那么咱们看胃 非常这么大 这么大一个胃 咱们取那么小一块 你毕竟 所以就在 不是把整个胃 黏膜给全部取下来了 在那一下 就是这么看看 在行为下 那么看看 所以说 还是记住 病理结果 如果能爆出来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按病理结果 去算这件事 如果你的胃镜结果 比病理结果严重的时候 那么咱们不能忽略 是否这么严重 是否这么严重 而不能仅仅看病理结果 还需要一个综合考虑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这个人 他是一个胃炎 咱们有时候 通过内镜 做胃镜 看着镜下 像胃炎 我就跟刚才说那样 看着像胃炎 但是咱不能仅仅通过 你看着像 你就说它是一个胃炎 还要有病理结果 那么 因为你要知道 有人他有胃炎的时候 他上面有那种比较脏的 那种粘液了 那种坏死的东西了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取活性的时候 很容易取到一个坏死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在显微镜下 有可能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 如果他要是说 胃镜给你爆的 可以像胃炎 就或者直接爆了胃炎 但是你取了活性 它显示没有胃炎 那么这时候就要立即做 再做一次胃镜 看看你有没有爱病 再取活性 那么一定要严重的这一点 胃镜如果严重的话 那么千万不能忽略 这个严重的后果 如果病理严重的话 那么以病理结果为准 那么就是这三点 后面再说一下 就是前生夜想 给大家说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去医院看病 你记住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以前检查过的 这种结果 比如说这个胃镜 这个病理结果 一定要拿到医院 给医生说一声 哪怕你丢了 你要给医生说一声 那么这个时候 尤其是给你做胃镜 那位医生 你最好给他说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个医生会更有 就侧重点的去观察 这个你上一次可疑的部位 经常会遇到一些什么人呢 比如说我之前 就遇到过一个 他拿的这个上次检查结果 你问他检查过没有 他也不坑 就是说你 给他检查完了 你把结果给他了 他拿出来 从兜里掏出上次的结果 和上次一样呀 来医院考验医生了 我说一句实在的 这个最是你受的 这个钱也是你出的 你来医院考验医生 那其实真的没有这种必要性 你把你的结果提供给医生 医生可以更有针对性的 给你检查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你之前 就吃过哪些 就是说比如刚才说那些抗凝药 这个阿斯匹林呢 或者就是瑞比格类啦 或者是这个发化菱呢 这些事一定要给医生说呀 或者你有肝炎这些事 一定要给医生说呀 这时候医生可以在去活解的时候 需要去活解或者各种检查的时候 他呢会更加就是说 知道你的 起码知道你 咱说这些话形容可能不太合适 要知道你的底细 起码就是检查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这些东西 会特别注意呀 这些东西 避免就是说去活解的时候出血 这类情况 就是说检查的时候 进的时候 避免有些经验区症 都会更加小心一些的 这是一定要给医生 就教教你的底 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你如果去医院检查 你一定就是说 你如果想去活解的话 一定要给医生提前说一声 你要去活解 或者说你不想去活解 不管检查出什么问题 你不想去活解的时候 一定要给医生说一声 我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 他当时确实是就是一个 最后查出来是一个高级别 就是急降癌病那种情况 你或者就理解为一个早癌吧 我当然给他取了活解了 哎呀 你取过之后 不愿意你 非得跟你说 你再给我装回去 咱说一时代 他主要是不想 不想再教那个 就是因为活解之后 需要再产生费用 有的人他就是说 你再给他做完胃精 你再给他取了一个病理活解 让他再交病理费 他不太愿意 不太乐意的言识 哎呀 在那给我投诉到 那个人事科 个人的医务部 投诉我 怎样怎样 哎呀 不愿意 最后 你说一句 当时就差点把这个病理标本给扔了 不做了 最后是 他那个年龄稍微大一些 后来他家属来了 做做吧 做了之后高级别 你想下 他要不做的话 他这事他在忽略了 最后 挨变了 这就非常危险了 有时候需要活解的时候 一定要活解 记住亲生这句话 有时候这话你放在 就是这说 有的人说 你不就想正前 不是这样的 我又不给你取活解 这都是一些 医生的一些经验之谈 知道吧 所以说这些事就这样 记住 取活解 取活解这件事 不是说你没取活解 你这个胃经就白做了 取活解这件事应认而已 根据需要去做 这才是重点 避免增压 就是不必要的创伤 也避免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不是你所想象的样子 不去活解 这背景也白做了 那么这些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